疫情数据动态仪标板快速掌握台北疫情整体状况 民众也可以了解防疫的分布 台北市政府秘书长陈志明举例 像是居家检疫目前有4000多人 居家隔离有2000多人 或者是说去快筛PCR核酸检测确诊人数有多少 透过这样的时间序列跟空间序列分布 就可以很清楚地知道每个行政区风险是如何 以此来掌握疫情扩散的途径 透过时间轴跟空间的一个分布 我们可以来全面掌握整个一个疫情 它扩散的一个途径 来找出未来可能的风险区域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这对后来后续的一个所谓的防疫资源 它的投入 它能够更精准更有效 更提早的做一个部署 我想透过科技防疫的一个辅助 我们有信心一定能够守住 这一次的新冠疫情 那简单来说呢 一个疫情啊 考量的五个点 人事时地物 那用二维思考去计算呢 它就至少有32种情境 所以呢 搭配了我们的市府仪表板 就可以很清楚地来把这些事情做分析 像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疫情早期 原来是这样散开来的 所以在这个整个时间轴的两端 我们非常可以发现很多新的 以前看不到的讯息 那甚至对整个台北市 这个火是怎么散出去的 那么对于特别的区域呢 我们甚至可以集中 Focus在这个地方 来看这个区域的分布 和发展的过程 那比如说我们在北方的这个区域 我们在后面的看到 这个区有一个band 有个带状分布 所以它这个带状是怎么样 逐渐形成的 那么它的相关性来源各就是什么 这个对于我们疫情的早期的研判 都非常非常有帮忙 市府也预计透过疫情仪标板 掌握市区疫情分布 搭配机动化快筛车 按照地图显示热区前往快筛 精准扑灭疫情 记者温郡台北报道